市長想請問一下就是陳佩琦爆料選後 國民黨狂打電話給柯文哲打電話的人是在暗示 你們是要跟柯P 會跟柯P說什麼 我在總統選舉開票之夜 告一段落以後特別打電話給奈青德主席 恭喜他當選總統 也打電話給柯文哲主席要表達自意 希望未來我們大家面對台灣還有很多的挑戰 大家都要團結在一起 來傾聽民意解決人民擊破的問題 這才是我們選後更重要要做的事情 趙少康最近有談敗選 他說這個敗選是因為您的警察出現狗條不好 還有泰鄉性赤庫 那另外他也說柯文哲空戰牆 導致氣候寶科的效應發酵 會覺得說選後趙總市長開始檢討自己人 那不太好 面對選舉的過程已經告了一段落 其實我非常謝謝很多的檢討的聲音 我都有聽進去也細心的接受 侯友宜自己努力不夠 我相信這些批評跟指教都是為我好的 未來在這樣一個指教當中 我們如何重拾我們改革之路 讓我們大家更團結 也能夠做出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市長選後會安排卸票行程嗎 我大概會利用桌末或是下班時間 去對我的支持者表達12萬分的感謝 謝謝他們這段時間給我的鼓勵跟支持 這我都很感謝的事情 所以還是會利用不影響公務的時間上去卸票 市長那個議會23號要加開聯席會 然後綠營是希望你去補作市政報告及預算 那你會出席嗎 這個議會的程序委員會做任何的結議 我都會完全尊重議會的結議 市長想問一下明亮選後才公佈高端的合約 那市長覺得這是選後才清理戰場 人民一直想了解高端為什麼封城 這人民有要資的潛力吧 那選後已經公佈了 那公佈好人民還有很多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政府要有責任 把這些問題很清楚的對人民來做一個交代 市長想問一下就是新北立委席次有增加 那未來會不會請他們幫忙跟中央來爭取經費 這一次的新北市立委剛好增加了一倍 新國會新的氣象 面對要不斷的去監督執政黨 同時我也期待新北市立委跟國會 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 也能夠為新北市的大小建設 爭取更多的資源 讓新北市的發展會更快是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加油喔 新北市立委跟新北市政府 以及我們的議員大家並肩作戰 市長台電初步認為核二核三比較具有這個研議的條件 市長又是什麼看法 在整個能源的轉型過程當中 我相信這一段時間都可以看到世界潮流的趨勢 大家對核電的啟用 很多的先進國家都往這個方向在做 尤其在節能減碳的過程當中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項 新的政府面對供電汙移 能源在轉型過程當中 一定要跟世界潮流趨勢來轉 讓安全無遺底下能夠來使用核電 讓你覺得這個口條好不好 我跟選總統來了嗎 謝謝 謝謝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結束 請下集結束 請下集結束